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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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其实都还是用得着的 因为他们是一些生活用品 这个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要做一个直播 给大家看一下直播间的一个情况 那从四个月前我们什么都没有 那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一点一点的添置 包括那个大的电视拿来做投影 然后这个电视呢就是拿来做一个就是产品的一个PPT 那我就看着这个然后看这个 然后来给大家做直播 那这一切都是我们两夫妻 就是这样子一手一手把它给建立起来的 真的都不容易 所以我真的很多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自己经历一件事情 我的所得 那在这期间其实我也想过放弃 比如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会被骂是吧 我也会被人说各种的闲话 我真的很多时候我都想放弃了 我就想说每个月有个几千万钱能活就行了 但是不行啊 我不能够放弃 所以我其实是厚的脸皮 是吧 然后这个这个 妈的头皮就这样子一步步地走 包括后面的两场直播是真的都很艰难 昨天晚上看我直播的人都看到我的脸肿成个猪头了 今天其实已经跑了很多干秒 我今天脸没有那么肿了 但是还是很憔悴 我昨天真的一开播我被人骂又老啊又丑啊 因为真的全走了 但是我昨天我不能够放弃直播 那是我今年的最后场直播 所以我是硬着头皮去把它完成的 但是我完成了 不管它结果怎么样 我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我要开始做电脏 而且我已经成功地踏出了这一步 而我也逼着自己一场一场都把它完成了 所以很多时候 奋斗真的不是一句空话 但要做起来真的很难很难 不仅是身体上的累 还有思想上的累 所以早上起来 我就把厨房全部都整理干净 而且出饭我就整理了两个小时 整个家真的乱的跟个猪拨似的 然后老肖就整理这个房间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把它整理完了之后呢 我们两个才能来坐下来 好喝的喝一杯茶 休息一下 所以非常非常感谢 就是这一年来就是 不嫌弃云洁变老变丑了 然后我也非常感谢那些云洁在 在代货的时候能够相信我们 然后来购买我们产品的人 我们能做到的是极力去挑选产品 真的是质量能够做的 但是真的我们做不到十全十美 肯定会有一两个 其实会有些意外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会把质量这个官把好 那也先在此的 祝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 然后快快乐乐的跟大家 过一个新年 那接下来的日子呢 我会给大家分享 我这琐碎的日常的生活视频 谢谢啊 不要见